所以事後要到底好不好這件事 啊 不吃才不好 那除非你要做 除非你要做我當大媽媽 戴套子比較好 對 事後玩的關鍵是要吃 不然你要當老伯 不然你就不要 第一時間我就想劈頭問男生 你為什麼不戴套 不好意思 我們要針對性 但我不能完全怪男生 有時候是女生也覺得蠻 滿享受沒有戴套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事後玩 我什麼都不敢講 現在好多女孩子好流行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也不喜歡男生戴套 我講出來了 然後男生也覺得 沒戴套的感覺比較好 然後他們就說 那我乾脆去裝個子宮避孕器 如果說你真的交友很廣闊的情況下 它是個很不錯的選項 你建議可以 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反過來說 我還是覺得戴套是必要 它其實阻斷的 並不是只有單純的懷孕這件事情 而是一些感染性疾病 口服避孕藥不會造成不孕 然後要吃事後避孕藥的話 麻煩請在48小時之內 那我應該是長期吃before 還是要長期吃after 大家要吃before 不要吃after 兩個 因為after是真的有不小心 可能昨天就是夜太美了 我不小心 那就是after要吃 但是after就真的不建議 長期服用 但是after的確會比較傷身體 所以事前準備請坐好 保險套買起來好嗎 不然口服必應要吃起來 那你會建議男生 每次包包裡都要戴套套嗎 其實我真的建議 如果你覺得你沒辦法控制你自己的話 請戴起來 戴起來好嗎 那怎麼隱藏 因為包包一打開就是啊 怎麼辦 我們這一講會不會透露出年紀 以前我們那種男生都是 皮夾裡面會放一個有沒有 以前都 他怎麼互生服 可是他會打開會看到 對 而且我跟妳講放久 我跟妳講不要覺得保險套 他可以放很久 他會呼氣之外 摩擦 因為男生放在皮夾裡 反而會一直做摩擦 或者是有些男生會覺得 很有氛圍感 然後想像這樣 這樣一撕有沒有 我跟妳講保險套就破掉 所以我跟妳講還是常溫的 請問新鮮的要怎麼放 新鮮的 新鮮保險套要怎麼放 我覺得現在有很多那種情緒 有沒有很可愛的小包裝 小小護身符啊 或者是夾在卡後面 不建議放錢包 真的 我跟妳講有時候 一放放了好幾年 都不知道過期都不知道 而且跟那個什麼信用卡 提款卡什麼什麼 全部都擠在一起 妳好像一拉起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樣不是很尷尬 哈囉 大家好我是CV 歡迎收看CV愛健康的節目 今天在節目當中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 全台灣超高人氣的 婦產科醫師 趕快來歡迎的是 沈儀前醫師 醫師妳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Dr Grace 沈儀思維今天要約 沈醫師說呢 什麼都可以問 什麼都不奇怪 只怕妳不問 所以我要大膽的 來問這件事情咯 醫生 請問 愛愛如果不戴套子 但是吃事後藥可以嗎 應該怎麼說 不是不行 但我會覺得第一時間 我想劈頭問男生 妳為什麼不戴套 不戴 不好意思 我們要針對性 可是我想說 我要怎麼回 因為我覺得 事後晚固然 有時候 會這樣嗎 有時候發生的太突然了 沒有準備套套 一切都太突然了 對 攝影師 請問妳的包包裡 誰吃都有套套嗎 他沒話是搖頭 那我就回想 反問我的病患說 那Seven很難找嗎 是不是 妳去墾丁 尿到墾丁大街上面 去很麻煩喔 對 就我覺得很合理 但我都覺得 而且也會熄火 會 因為妳中間突然那個氛圍 突然我去沖個澡 我去尿個尿 會都發去 會都發去 所以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覺得第一時間 我還是會有點譴責男生 是這是一個 比較不負責任的行為 但我不能完全怪男生 有時候是女生也覺得 蠻享受 沒有帶套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我什麼都不敢講 因為我真的要整間問過說 我就黏男生的時候 妳有什麼不帶套 然後男生就那種 不是我 原來是班女喜歡沒有 那不好意思 我們出去外面聊 不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 事後完它固然有它的功能 我都會說 那平常說那我可不可以不吃 那不吃的話請問妳 做好做爸爸媽媽的準備了嗎 如果還沒請務必 事後完趕快吃起來 吃起來現在立刻馬上 因為48小時內是黃金期 妳一旦錯過它的功效就會遞減 會遞減喔 好我坦白好 我人生唯一只吃過一次事後完 但是我好尷尬 因為我去藥局 藥局說 我們沒有賣這個東西喔 你要去看婦產科醫師 我只好去找了一個 男婦產科醫師 然後那個冬繞西藥說 我筋痛我哪裡不舒服 最後說 可以看一顆事後完給我 一顆一顆就好了 對 但我覺得還是得吃 不然如果說妳事前 即便是事後完 都有不成功的機率 保險套也只有百分之八 九十 其實沒有百分之一百 那子宮裡面如果裝了避孕器 它的相對的效能是更好 那雙管齊下是最棒的 我要問妳這件事情 子宮內裝避孕器 真是我發現現在好多女孩子 好流行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也不喜歡男生戴套 喔我講出來了 然後男生也覺得沒戴套的感覺 對比較好 然後他們就說那我乾脆去裝個子宮避孕器 而且好像子宮避孕器 還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是經血會比較少嗎 有什麼之類的 它其實會有一個過渡期 所以很多人會因為說 好方便不用戴套 那這樣子我可以男朋友 愛愛的時候都可以很方便 但是在裝完之後 其實身體會在適應期 不見得會多久 三到六個月甚至有一年 會出現一個滴滴答答的狀態 因為你想它在身體裡面要砸根 所以坦白講 我有些病毒它撐不過那段的滴滴答答 那的確到後期的時候 它就是少量的會釋放一點荷爾蒙 就其實你想像在吃口鼓避孕藥 所以我的確很多診間的一些小妹妹們 他們就覺得 醫生我就是都會忘記那怎麼辦 那裝了當然如果說你真的 交友很廣闊的情況下 它是個很不錯的一個選項 你建議可以 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反過來說 我還是覺得戴套是必要 不要覺得你今天裝了避孕器 完全萬無一失 還是有機會 再來就是它其實阻斷的 並不是只有單純的懷孕這件事情 而是一些感染性疾病 像一些性病等等的 其實是多一層的防護 我們一直在提倡 一直在提倡 因為現在其實 那你是說保險套還是 保險套 保險套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裝了子宮膩的避孕器 它雖然比較不會懷孕 但是它並非百分之百 而且還是有感染性病的可能 當然當然當然 因為兩性 男女之間只要體液的交換的時候 其實就是增加性病的感染的風險性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建議 即便你裝了 我們還是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這樣子是有雙管齊下 但是我之前遇過比較特別是 他們想說 那不然要戴的夠 我說什麼叫戴的夠 來急診室怎麼辦呢 他說怎麼辦 保險套破了 我說怎麼破 他說女的破了我的也破了 男的戴女的也戴 我說為什麼兩個都戴 女的怎麼戴 女的沒有那一根怎麼戴 有有女生是放進去的 大家台灣比較少 他其實有放到陰道裡面的保險套 也是女生的保險套 就陰道保險套 對然後這個女生長期住國外 所以他當時的伴侶就是不愛戴 那他自己就會戴 然後他遇到這個新的伴侶呢 他們就兩個都一塊戴 就像有會有病患問我說 醫生保險套戴兩層是比較好 當然不是 因為摩擦更容易破 所以當時兩個都戴兩個都破 所以我覺得過猶不及 以正常的管道 所以如果真的不小心 你保險套掉進去 或者是真的是破了 請務必我就事後完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覺得 會不會有那個1%的機會不會中 那我們就做好心情準備 可能會當爸爸媽 因為事後再來處理的時候 其實坦白講對女生體質 傷害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我想問一下醫生 吃事後完這件事情 他有沒有必須要再 當然這是不太好的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及時 趕快補救的話 那種比如說是在24小時 48小時之內 那吃了會不會上身體 我很關心這件事情 48小時內建議要吃下去 因為他是有時間性的 時間性 他的藥效的濃度跟持消性 對免得精子游得比較快 就來不及了 精子會活兩天喔 所以他搞不好活動力很強 年輕的年輕人們 真的有這個可能性 但反過來說上不上身 當然不建議長期使用 因為他是個高濃度的荷爾蒙 短時間內給你大量 那反過來大家就會說 那我這樣長期是 口服必應藥 早期就會聽到說 我吃了那是不是會因為這樣 我吃了很久必應藥 所以我導致我不孕 這是錯誤的觀念 他是錯誤的 你當你有這次口服必應藥 停了 你下一次MC週期完了 你就可以正常的懷孕了 其實他是相對安全的 所以不要再掛名給口服必應藥 他是無辜的 OK 所以如果你長期吃口服必應藥 不會造成不孕 然後要吃事後必應藥的話 麻煩請在48小時之內 那我應該是長期吃之前 還是要長期吃後期 大家要吃後期 不要吃後期 因為後期是真的有不小心 可能昨天就是夜太美了 我不小心 那就是後期要吃 但是後期就真的不建議長期服用 但是後期的確會比較傷身體 所以事前準備請坐好 保險套買起來好嗎 不然口服必應藥吃起來 然後記得口服必應藥 他不是我今天吃明天就好了 不是喔 你至少要吃個七天的 身體才會有個濃度 就像常常整理就遇到說 醫生我後天要出國我要挑進 不是 藥不是這樣子吃的 當然還是看每個人的狀態 跟你排斷了沒前後給的藥 所以大家病患都覺得 反正我下禮拜出國 我後天再去拿藥 不行喔 其實他需要吃一段時間 這樣即便你辣了藥 請記得你辣了藥 後面就要做好防護措施 還是有機會會懷孕 所以事後完反而是相對對身體 當然吃了前期不建議 但如果真的懷孕你再去拿小孩的時候 更傷身 太傷了 真的更傷身 所以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囉 不管你是裝子宮內的避孕期 或者是你吃避孕藥等等 沒有一件事情是百分之百的 絕對不會懷孕的 所以倒還是有那個風險 我有個朋友他就是女生吃避孕藥 然後男生是戴保險套 他說他們是雙重保護 我還有病患了 老公剛結紮一個月然後懷孕了 他說怎麼可能結紮了 結紮完裡面還是有殘留的 殘留的我跟你說 殘留的還沒用完 對 會懷孕我一樣 什麼都有可能 你看他中了避孕血 帶保險套 為什麼還懷孕 病患常常說醫生你跟我解釋啊 我說我也很想要說 老天爺給的 沒有辦法 老天爺就是要給你的 對他就是更定你的喔孩子 OK以上就是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的 我們在今天節目當中 也非常謝謝沈依潛醫師 謝謝 拜拜 那要提醒一下大家 要裝子宮內的避孕器 請麻煩找合格的婦產科醫師 對 要先評估 看看你的狀況可不可以 因為有些他已經很嚴重的感染 就不適合 然後可以挑選種類 可以符合你的生活需求的 還是最合適的喔 那你會建議男生 每次那個包包裡都要戴套套嗎 其實我真的建議 如果你覺得你沒辦法控制你自己的話 請戴起來 戴起來好嗎 那怎麼隱藏 怎麼隱藏 因為包包一打開就是啊 怎麼辦 我們這一講會不會透露出年紀 以前我們的那種男生 都是皮夾裡面會放一個有沒有 以前都他怎麼互生服 可是他會打開會看到 對 而且我跟你講放個久 我跟你講你不要覺得保險套可以放很久 欸 呼氣 呼氣之外摩擦 因為男生放在皮夾裡 反而會一直做摩擦 或者是有些男生會覺得很有氛圍 感覺像這樣 這樣一撕有沒有 我跟你講包險套就破掉了 所以我跟你講還是常溫的 我覺得就包包的小安帶 請問新鮮的要怎麼包 新鮮的 新鮮的保險套 要怎麼包 我覺得現在有很多那種情緒有名 很可愛的小包裝 小小護身服啊 或者是夾在卡後面 不建議放錢包 真的 因為我們真的遇過那種 真的放了 我跟你講有時候一放放了好幾年 都不知道過期都不知道 而且跟那個什麼信用卡 提款卡什麼什麼 全部都擠在一起 你跟銀行一拉一下 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樣不是很尷尬 所以我覺得包包現在小男生 其實都會帶一個小皮 包包我覺得夾縫裡面藏一個啦 你備不時之需 真的 好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 拜拜 拜拜 到底幾分鐘啊 太好了 太棒了 各位各位 好 我們去換一套 歡迎大家下載中天新聞網的APP 然後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CTI928 會有最新 最 最即時的新聞跟 呃 對不起 我真的很不會被告 還有一次來 歡迎大家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然後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CTI928 有最即時的線上新聞喔 跟所有的時事狀況 H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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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